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敏感问题他毫不避讳却也更慎重的提示 正当他对篮球生涯感到彷徨之际 富邦球团选择再给他一次机会 才得以重回球场 他也知道唯有在场上打出名堂 才能重新证为大家对他信任 从开现在之后 就是觉得可以回到球队就已经很棒 也不会有什么期待 带来说上场打球 甚至到现在有机会拿到MVP的奖项 完全没有想过 以及今天下午的先发球员 三号张宗憲 这一路的风雨 有人支持 也有人提提 谩骂 但他没有被击倒 更坚定且更勇敢地走在篮球路上 以表现化解外界的急声浪 张宗憲把球给吵走了 是 再次放坏来坏 张宗憲 他在旁边的主场起飞了 台湾吞射击 加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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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宗憲重新回到台北地方勇士 外界对他的高道德标准 让他更不能松懈 从练球的态度 就看出和过往不一样的地方 省着两个小时的团练 想求对抗 懂得与队友沟通 不再本位思考 让团队如何的更融洽 过去就是可能会觉得 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那很多东西如果 不是照着自己意思来的话 情绪就会稍微比较受到影响 然后特别是 就是会比较在意到 个人的一些数据啊什么的也好 但现在就是我觉得 比较成熟 然后也不会像过去一样 因为很多场上 或是场下的事情 然后就影响到这里 我们经过这一年的历练之后回来 我们经过这一年的历练之后回来 我觉得现在上面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尤其是更能跟队友 然后还有一些学弟去做一些搭配 而且在场上会去领导他们跟代表 周围 周围 经过洗涤与淬炼 重回球场后 Ross Lake历史性的开梦展 就看到他强势回归 江宗憲又來秀一波 第一場對夢想家的時候 他們幫我投入信心 然後才堅定 這或許就是 可以讓我往下一個層級去的一個方法 開幕戰狂踩34分 江宗憲一般給人的印象 就是得分能力優異 能切入撕裂防線 但其實他的防守不含糊 場均1.8次抄截 本土中1.2 更有單場6抄截的記錄 尤其曾讓夢想家的洋將 塔特單場停止了2分 化身防守大鎖 幫助球隊取得勝利 其實他防守腳步也非常的好 是我們球隊算是 一對一防守最好的球員 那我們也把對方 基本上是最難選的洋將 然後對位是同樣性質的 後衛的洋將都會交給他的手 塔特時間到點的進攻下勉強出手 對方的就是洋將這一塊 然後讓我們就在攻守這一塊 就是串聯的非常好 然後也銜接到我們的進攻 然後就會比較順暢這樣 張宗憲這是一個休止機會選擇清風上海得分 臺北福房勇士以19勝5敗的戰績 高居聯盟第一 直接進入冠軍決賽 能打出如此出色的戰績 張宗憲功不成功 兩分球出手全隊第二桌 投籃命中率也有41.6% 不往為人所詬病的三分球 也有34.3% 都有顯得提升 這一切的進步 都跟他祭前沒有停下腳步 跟著訓練師一起訓練 有著很大的關係 在去年休賽季五月開始 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訓練 那我們其實在投籃這一塊 大家可能會覺得職業球游 我們只要需要修改他一點點東西 可是那時候我跟他的討論是 我們要全部打掉 從零開始 就從最基礎 從籃框正下方開始 重新的修正 讓他習慣不一樣的動作 讓他習慣新的 我們覺得可能比較好的動作 然後慢慢的再去做調整 對 他第一次密我 他說他想要幫助我投籃 我想說這是誰啊 他想要幫助我投籃啊 然後練習之後發現 他其實也是一個 蠻年競爭然後向上 就是他想要學習更多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 他對籃球這一塊熱情 對啊 然後 基本上我每天都是跟他 泡在那個體育館裡面嘛 特別是 就是那期間沒有球隊的時候 對啊 在這邊也算是就是 很謝謝他吧 那時候就是跟我一起訓練 要讓張宗健敞開新房 接受一個素未謀面的人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在社群媒體上的互動 終於有了第一次碰面 在彼此相同的理念下 一個星期至少訓練五天 一點一滴 逐漸找回他英勇爆發力 好 這樣啦 哇 這什麼東西 他投令訓練 其實我們之前在訓練的時候 我就盡可能的去推他說 如果你有機會去展現自己的 彈跳能力或速度的話 你就不要浪費掉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這樣會讓更多球迷 其實觀賞更好的比賽 另外你也可以讓自己 更亢奮一點點 儘管在訓練過程中 碰到令人錯的大麻世界 但卻從未平擺 讓自己的身手 維持在一定的隨身與強度 他的自信與做要求 讓他再度從自由球員 成為台北富邦永樂的一員 台灣溫射機雙宗憲 歡迎 那時候沒有球隊的時候 就是有點失去目標 但是我還是一樣 就是我馬上跟他講說 我還想要保持訓練 因為就算不知道 未來會往哪裡去 我覺得就是也不想要 因為之前做了那麼多的 就是努力 不想要這樣子就放棄 也保持訓練 覺得也沒什麼不好 那時候他那時候也是 也答應然後也有 就跟我一起去 就是度過 三次滿低潮的一段 那種訓練 好 再來我們張宗憲身上 走穿著的也是 勇士實戰系列 張宗憲本季重新升空 小豬場均15.6分 每場2.9次助攻 1.8次超級的亮眼長雞丹 高居聯盟本土的得分王 強勢問你 Plus League 首季的MVP 我覺得是一種肯定 但相對也是壓力 因為 因為當你拿了一個MVP之後 是他們開始就是對你的期望 就會放在那邊 那明年如果你沒有拿MVP 沒有連張MVP 我後來後來他們會覺得 誒 他是不是表現變差了 我是退步了 對 但 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激勵 但不是最重要的目標 目標不是放在MVP 放在冠軍層 1.3 我覺得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還是要 歸功於我的隊友 跟教練 就是教練對我的興奮 然後還有 隊友有時候對我的一些包容 然後他們其實在後面支持我 讓我 那個我顧慮的就是往前撐 這樣 對啊 算是很感謝他們 張宗憲在剛過30歲的那一年 輸掉了人生非常關鍵的一場賽事 不過他並沒有被失敗所擊倒 拿出籃球場上拼戰的精神 在最短的時間內 找回籃球只剩下張宗憲 Prasilic元年 十拿九穩的MVP頭銜 對他來講果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 是台灣噴射機不再偏離航道 將持續翱翔 證明自己 就是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